劳工上六休一的政策引发争议不断 就连自家人、民进党立委也在脸书上连番炮轰劳动部 被外界形容成是执政党自乱阵脚 上周六行政院决定延后两个月实行七休一政策 没想到引来更多质疑 就连自家立委也在脸书上开跑 先是中共招重批劳动部扭曲立法原意干预司法 再来管碧玲也火上加油 批评劳动部对七休一的说辞反反复复进退失据 还批评没有裁发基准是行政瑕疵执法粗糙 我们也希望说行政院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 确实要做好比较好的沟通 如果你没有沟通了解他们困境 把我们要实施时候所碰到的困难 跟他们多沟通的话 我相信他们还会继续有这样子大的误会下去 行政院所送的版本显然不符合一般劳工的期待 也不符合民进党立委的期待 对于被批评行政立法部同调 行政院回应表示政策说法一致没有转换 没有要将客运等三大行业排除在七休一的方案 而是应责承劳动部两个月内针对特定行业的特殊工作需求进行沟通 了解是否有给予特殊考量的可能 给予公众生活便利与配合国家政策公益活动 是需求会同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及大众运输 就例如在重要年节连续假期的输运计划 是特定工作需求进行了解与沟通 但是除了客运 旅游 媒体等三项行业之外 其他像是零售业 也有周年庆等特殊情况 是否还要修正劳动基准法呢 同志员强调 目前的讨论只针对客运等三个行业 未来会由劳动部检讨之后再进行说明 目前是没有修法的打算 记者陈嘉欣 张子佳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